其實有一些爸爸媽媽 很忌諱長輩 很忌諱這個話題的時候 你一提他就會覺得說 你是怎樣 我覺得可以用這個方法 剛剛我覺得律師 給我一個很好的想法 怎麼跟爸媽談 怎麼跟長輩談 是說爸 你有看到這個新聞嗎 你看他們家很好 結果一個人搶什麼 一個人又怎麼樣 又怎麼樣 我們家雖然說沒有多多 但是現在也有 有的嫁了 有的怎樣的 他說爸我知道你都很愛我們 所以你現在要想清楚 你是要給我禮物 還是要給我炸彈 也許這樣談父母親會想 會想清楚 對不對 因為想說我走了以後 全家不和睦 甚至連其他的親戚都嫁進來了 因為我們也碰過 有些是姻親 對不對 那種對方就是說 不管你也要一份 你嫁到這個家庭 不就是這樣嗎 有很多這種情形 所以遺嘱的訂定是 寫好了 然後咧 我國的法律 立遺嘱有五種方式 可是我比較推薦的是其中 我們叫做 找律師立代彼遺嘱 或者是直接找公證人 立公證遺嘱 是 為什麼這兩件 這兩個方法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雖然也可以自己寫 那叫自書遺嘱 可是自書遺嘱 遺嘱什麼時候生效 你走了之後才生效 那你既然立遺嘱分配 一定不是按營祭分分嘛 一定不是 那是不是有人會不滿意 對 有人不滿意 那他就會去質疑 這個遺嘱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到時候 因為你自己寫的 又沒有透過第三人 自書遺嘱只要自己寫就好 那這樣子效力的證明問題 很 就很困難啦 對 所以到時候問題會很大 因此我比較推薦我下面講的代筆遺嘱 又或者是公證遺嘱 遺嘱是不是就像戲裡面寫的 我寫封信 這個我把房子交給誰 我把車子交給誰 我的多少錢交給誰 這樣就算認定了嗎 其實還不夠 那我們先看看一下 到底玉立遺嘱會有一些什麼樣子的好處 其實第一個 我剛才稍微已經有去提到了 進行玉立遺嘱的話 防止大家就是必須要直接上法院線 以及當時我也有 剛才大家稍微提到了 怎麼交代 遺願 這一些通往都 沒有法律效力 沒有法律效力 完全沒有法律效力 所以要怎麼樣子讓自己的安排 變成未來有任何一個人 不聽話的時候 我還能夠按照著我本人的醫院做 我們就要去透過包含遺嘱 贈予 信託 保險等等 這些真的有法律效力的方式 然後另外這個叫遺嘱信託的話 就是有一些情況下 我們其實會希望去保護 照顧一些沒有財產管理能力的家人 對 那有些人就是 如果我要給那個後備 因為像我們的繼承是有順序的 如果低順位其實配偶跟直系寫 清杯清署 那也就是順位在前的 也就是說如果有兒子女兒 這一輩存在的話 那孫子女 外孫子女 他們是沒有繼承權 可是有些時候爺爺奶奶可能是希望 把財產留給孫輩 對呀 或者是甚至其他的人 其他的親朋好友 這時候也可以利用 慾立遺嘱來把財產 裡面用遺政的方式來留給他們 對 或者是碰到有一些 就比方說他的孩子比他的孫子 就是孩子比他還先走的 是 留下了小孫子 他可能也會想要留給他 如果是這個概念 他其實叫做代威繼承 代威繼承 也就是如果說 兒子在爸爸之前 先已經過世了 然後兒子有留下兩個孫子的話 那這兩個孫子到時候可以繼承 他爸爸對一夜的罪份 應該要繼承的 了解 罪份 對 就是我們大家的這份 對 阿玉香有給他這件 這個是 所以說 生前立遺嘱的 其實我們真的看到 第一個很多好處 簡單來說 就是說 誰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 上法院去撕破臉 再來一個就是說 讓大家理解到 那臨終說的什麼話都沒有用 要到法院去 要有法律 效應才有用 要寫遺嘱 那遺嘱你也可以去公證 對不對 然後大家如果要持分 有一些這個必須要用金錢 來交換的這個部分 也會降低 不會到之後 大家就僵持在那邊 然後有一些 真的是沒辦法蓋的那種 或是說都不要跟你照顧 所以說真的不好的 你也不讓他繼承 這樣你也不會死得不甘不願 三樓還就是說 你想要照顧那個沒有能力的 年紀太小的 或者說他行為能力 有些問題的 那你也可以信託 然後把財產 怎麼去分配給兒孫輩 有特別的 贈禹的方式 都可以處理 愚症的方式 所以說你不要怕法院 你不要怕法院 法院其實裡面我們網站也好 或者說現場也好 都有很多的諮詢 很多的幫助 可以協助我們去處理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心態是 你要願意去談 不要人家一跟你談這個事情 就覺得人家對你謀財害命 其實真的要謀財害命 沒有那麼簡單 好 我們現在再回頭來請教 就是一直在 剛剛我們在跟我們大家鼓吹 就是說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生命教育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希望未來我們有更好的一些配套的 這樣的教育 那我覺得對您來講 就是說您碰到的案例裡面 有沒有那種就是說 子女不知道要怎麼去安排 父母狀況的情形 有些是老人家自己嘛 對不對 那老人家自己如果不願意離開 可是她的身體已經不甘承受 不甘承受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讓她安心的 或者是更舒適的離開 那有些是子女的問題 在您的案例裡面 可不可以跟我們聊更多一點 在我行醫超過27年的過程裡面 我看到了很多人的死亡 那如果說這個死亡是被期待的 我們說那是一個善終 如果這個死亡是 死得不管是太早 或者是死得太晚 其實也都不太好 那我們會碰到的一個死亡被拖延 一個是病人本身放不下 但是這個比較少部分 另外一個是家屬不放手 這個最多 還有一種就是醫生不放手 作為一個人嘛 你就是要圓滿 圓滿 對不對 如果真的到後面 怎麼去看待老人家的往生 這就是平常要好好溝通 那如果父母親放不下的 那這時候可以借助團隊的力量 我們有醫生 有宗教師 有社工師 大家一起來跟老人家 好好的談死亡的準備 我想今天我們主要的主題 還是要跟大家聊聊 就是說我們怎麼跟我們的長輩 去談到這一個 轉身離開的問題 然後有一些事先的防範 相處 怎麼樣大家去討論 在健康的照顧上 或是在遺囑的這個分配上面 不要當成一個忌諱 我覺得大家要有一個技巧的方式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請大家說 父母親 長輩們 一定是愛我們的 我們用愛的前提 去跟他們分享 老爸 媽媽 你一定不希望 我們以後上法院吧 老爸 媽媽 你一定想 我想要知道你對我們的愛 到底是應該要怎麼樣分享的 以及我們希望你怎麼樣快快樂樂的 跟這個世界說再見 不要讓子女們帶著愧疚 帶著難過 帶著悔恨 覺得我好像沒有好好照顧你 我好像沒有遵從你的意願 因為很多人是帶著這樣的情緒 讓自己變得非常非常的憂鬱 這就是被照顧著 我們自己也要應該注意的事情